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第一章 测量概论 那么这一章里面呢 主要有四节内容 第一个呢 是测量的基本概念和它的意义 第二部分呢 是计量 第三部分呢 是测量互差的基本概念 第四个呢 是基本的测量原理 那么包括信息们的原理和电子测量的基本原理 第一个 我们首先看一下测量的意义 测量的意义的话呢 从我们日常生活中间的话呢 处处离不开测量 我们经常要和我们的长度 重量 要测量 然后要测量房间的这个温度 要测量这个电表的功率 水表的流量等等 那么在科学发展史上呢 科学的这个进步 每一次呢 都是和这个测量的话呢 息息相关的 那么著名这个化学家 文静利夫的话呢 就曾经说过 没有测量就没有科学 那么比如说 没有望远镜就没有天文学 是这个望远镜把人的这个目光 肉眼 能够投向了这个遥远的这个星际 能够使我们的这个天文学的话呢 有了很大的发展 从这个嘉丽月望远镜到现在的哈勃望远镜 从这个小的方面来说的话呢 没有这个显微镜 就没有细胞学 那么作为我们国家的四大发明之一 如果我们可以自然镜的话呢 也就在这个航海世界上面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那么这个呢 是显微镜 那么生产的话呢 同样是离不开这个测量的 那么就说这个 从我们进入农业社会开始的话呢 就需要这个重量土地 衡量谷物 就产生了对长度 连积 容量和重量的测量 那么要进行植物的这个农作物的摘培 就需要掌握季节和节后 那么呢 就出现了原始的时间测量这个器具 并且呢 有了天文测量 那么现代化的农业的话呢 当然更是和测量紧密相关 在我们的现代化工业生产中更是离不开测量 比如说一个大型的钢铁厂 那么我们要进行这个化学反应 也就是说我们要从这个矿石中炼出这个铁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要监测 一个是它的这个量 就是参加化学反应的物质的量 要控制 还有呢 就是控制这个化学反应的这个温度 在一个温度下面的话呢 才能够生产出我们所要求的这个钢铁材料 还有呢 要控制这个压力 要用量 要用电 要用气等等 那么这样统计下来的话呢 就是说一个大型的钢铁厂 大约需要两万个测量点 那么在我们的高新技术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呢 更是离不开测量 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航空工业中 那么每一种新设计的飞机 那么就都需要这个测试飞机高速飞行中受气流冲击足以下的性能 这个性能的话呢 是要通过风动实验来完成 那么也就是说把飞机按照一定的比例把它做成这个模型 然后把这个模型呢 放在风动中 然后这风动的话呢 就是要通以很强的这个气流 就是说模拟这个飞机在高空飞行的时候的速度 就是说现在呢 是飞机不动 然后呢 气流以同样的相对速度 作用到飞机的机身 机翼等等上面 然后呢 在飞机的机身 机翼 和其他的这个各个受力的部分的话呢 放上这个几百个这个传感器 来检测它的受力和震动的情况 然后 根据这些数据 测试的数据呢 来验证和改进我们的设计 那么在我们的航天这个飞行中 更是离不开我们的测量和这个控制 那么 比如说我们的神尖五号飞船的话呢 去年发射成功 那么 这里面的话呢 就应用了大量的先进的测试和控制技术 我们的这个校友 西镇电子科大的校友 是担任了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的主任 那么这个北京航天控制中心的话呢 测控中心具有可视化的测控能力 高精度的定时定轨能力 和高清晰的这个图像传说能力 再有就是美国最近呢 发射了这个火星探测器 因为我们国家的话呢 也在做这方面的规划 但是的话呢 目前美国的呢 是已经基本具备了 发射这个远太空这种探测器 就是说比如说火星探测器这样的能力 但是的话呢 还不具备远太空的监测 控制这个能力 所以呢 还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现在呢我们就来给看一下这个测量的基本概念 首先的话呢 首先的话呢我们给测量下一个定义 那么测量是什么呢 测量可以这样说 是为了确定 是为了确定 对测对象的量值 而进行的一个实验过程 那么在这个测量的过程中间 所需要什么呢 要借助于专门的这个设备 这个设备呢 通常我们叫仪器 或者有所谓叫量据 把对测的对象 直接或者间接的 同 与同类的椅子单位进行比较 得到呢 用数值和单位 共同表示的测量结果 那么也就是说测量结果 等于什么呢 一个是测量的数值 就是要进行量化 测量 那么这个量值的话呢 当然就是指的量化的数值 然后的话 有了数值还不够 还必须要有测量的单位 那么这个测量的单位的话呢 当然是 椅子事先这个定义了的 就是测量结果的一个表达式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天平称重这个呢 就是一个比较形象的 一个直接比较的一个测量 那么天平我们说了 就是说左边和右边 那么比如说一边来放上标准的砝码 这些呢是砝砝 砝砝的话呢 就是椅子定义了 我们事先知道 它砝码的标称的这个重量 那么有大有小 然后呢 对策的重量放上去以后 再就会比如说变低 天平这边变低 然后呢我们就给它加砝码 那么直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直到天平平衡的时候为止 那么也就是说天平 是用什么呢 标准的砝码和对策物体进行直接的比较 直到两者相等 那么相等以后你就知道了 就是说对策物体的重量 就等于所加砝码的这个重量之和 这是一个最形象的一个测量 那么测量的内涵呢 包含了这样几个方面 就是五个方面 一个呢就是测量的对象 是什么 就是背策的可体 我们叫测量的对象 那么我们测量的目的呢 就是要从背策 对象呢 取得一个定量的认识 这个量的话呢 可以是这个背策物体的重量 也可以是背策物体的长度 就是说几何尺寸 也可以是背策物体的就是物理性质 或者说它的化学性质 它的材料的组分 等等 那么测量的这个过程呢 我们可能是要有一个实验的过程 测量的方法 基本方法呢 就是直接比较和这个间接比较 因为呢测量的时候呢 需要测量的仪器 还有呢测量要有标准 要有一个 就是说比较要和什么比较 和一个同类的已知单位进行比较 测量的结果 测量的结果要能够最终能够表示给测量的主体 人要能够感知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测量的比较原理 一种呢就是天平的直接比较 那关于这个天平的直接比较呢 大家是比较容易理解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就是说对测物体的重量呢 就等于法码的这个重量 而平衡的时候呢 中间是0 显示是0 另外一种比较呢 是间接比较 间接比较呢 这个可能大家一时还没有意识到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弹簧秤这个秤重 那我们是怎么称呢 就是说把对测的这个物体 挂在这个弹簧秤上面 由于呢 由于这样的话呢 弹簧就会发生形变 受到重力的作用 那么这个重力呢 当然是和这个物体的重量是成这个比例的 然后呢 这个就发生这个标尺 就在这个镀盘上发生这个移动 然后呢我们就通过移动的这个标尺 它停留在这个位置上 用这个位置上呢 来读数 然后读出这个 对测这个重物的重量 那么我们说 我们在进行这个弹簧幻秤重的时候 好像没有和什么比较 那么我们要 现在呢要问的是 就是说这个 弹簧秤的度盘是怎么来的 你怎么知道这个位置 就是说就是 比如说这个位置是一千克 这个是两千克 这个是三千克 那么呢 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那么弹簧秤的刻度盘上的刻度 是什么呀 是生产这个弹簧秤的厂家 在生产的时候呢 就要用这个标准的重量 比如说砝码来进行比对 比如说挂上一公斤的砝码 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一公斤 挂上两千克呢 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两千克 那么这样子呢 按照比例 把这个刻度呢 刻度出来 然后呢 工这个用 那么也可以就是说 做好一个刻度以后呢 然后承批生产 然后每一个出场的弹簧呢 都要用这个标准的这个砝码 来进行这个检验 如果检验合格的话呢 这个弹簧秤才能够出场 那么也就是说 同样是进行了比较 但这个呢 是两次这种比较呢 是分两次在进行的 那么这两次之间的话呢 可以相差 就是说很长的时间 那么比如说工厂 生产弹簧的时候呢 做的比较 那么弹簧秤出场以后呢 就称重物 那么实际上这个呢 是都是通过一个刻度盘 在进行呢 这个比较的中间的传递 那么这种比较呢 就是间接比较 那么也就是说 在测量的原理呢 都是一个比较的原理 那么比较的话呢 是有直接的比较 就是我们很直观很人眼看得到的 同时进行的比较 那么也有呢 这种间接比较 现在呢我们看测量的基本要素 这个呢是一个测量的基本原理图 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就是有基本要对背错对象 我们提取背错对象的信息 给这个测量的仪器系统 仪器系统得到这个信息以后 做相应的处理 然后呢显示出来给测量的人员 然后就是说我们测量的人员 得到这个背错对象的信息 那么基本的要素呢 有这样几个五个方面 就是背错对象 测量的仪器 测量的技术 测量的人员 和测量环境 这个测量 当然必须要有测量技术 那么呢才有这个测量的仪器 测量环境呢 后面我们要详细的分析 会对这个整个测量的过程 发生一些影响 好 这个呢就是测量的五个基本要素 它们之间的互动这个关系 那么这个 关系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看背错对象 背错对象 背错对象 那么呢 是用仪器来得到它的信息 那么这个信息的话呢 有背错对象 有可能是有源的 就是自己就能够有能量 有信号 然后呢 我们仪器系统来检测 它的信息 比如说电压 另外一种呢 可能是无源的 它的信号呢 信息让我们给它加一个信号 才能够检测 比如说电阻 要测它的电阻 我们怎么办呢 就给它加一个电流 横流圆 加一个横定的电流 然后呢 电阻不同 那么它两端的电压不同 这样子呢 来得到它的信息 这是一个 那么作为这个原理 测量的原理和方法的话呢 用什么来决定呢 就要根据被测对象 来选择不同的测量原理 和决定这个方法 那么 根据被测对象的属性 再选择不同的仪器 就是说你测什么 它就要选什么 还有呢 就是要根据测量的要求 选择不同的仪器 就是测量同一个量的仪器呢 也有多种 所以说这个呢 是原理和方法呢 是由被测对象的属性来确定 还有仪器系统呢 不同的 有很多种仪器 也可以测量同一个量 那么呢 里面呢 有不同的测量原理 那么仪器得到这个信息以后呢 最后就要把这些信息 转换成这个 人可以感知的信息 送给这个测量人员 那么这些数据状态的话呢 可以是指针的显示 或者数值 就是数码的显示 也可以是图形 的显示 给测量人员 那么测量人员的话呢 当然要完成整个这个测量的话呢 在这个过程中间叫操作 控制这个仪器 给仪器的话呢 发出相应的这个指令 然后呢 让仪器 比如说也可以是人手动呢 选择这个仪器上的面板开关 那么这个呢 也是属于测量人员 给仪器系统 发出这些命令 选择它的参数 然后呢 这个完成这个测量 这是这个主线 是备策对象仪器系统 和测量人员 当然这个原理和这个方法的话呢 也和测量人员有关 那么这是这个 那么下面这个呢 是测量环境 因为测量环境 主要是指这个 我们在测量过程中 所处的这个温度 这个大气压力 湿度 还有电磁厂 等等这样的一些环境 那么在这个环境中间的话呢 有可能会引起这个 对策对象的这个变化 也可能引起这个 仪器系统的变化 也可能影响呢 测量人员 比如说温度太高 高温是人员的话呢 产生这个就是 就是说一些急躁的这个情绪 如果说或者说呢 测量的时候光线不好 那么测量人员呢 就说读数工作也会有困难 就是测量的基本要素 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 那么作为一个测量过程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做了 基本要素之间进行互动 就可以完成一个测量 那么从这个时间这个顺序上面来讲的话呢 我们把测量的话呢 这个过程可以分成三个间段 第一个呢 论证间段 第二个设计间段 第三个设计 更实施间段 那么论证间段的话呢 主要是由测量的主体 测量人员这个时候呢 来作为这个就是主动的 根据测试任务的要求 对测对象的特点和竖性 及现有的仪器的设备的状况 理定合理的这个测试方案 我们呢就是设计间段 设计间段的话呢 就根据我们的测试方案 来选择测试的仪器 组件测试系统 还有呢就是说 发出测试的测阅 测试算法和这个操作的这个步骤 也就是说测试的程序 我们下面一个呢就是实施间段 实施间段的话呢 就是实际的这个测量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对仪器和系统 实施测试的操作 就是说发出或者发出控制的命令 按照我们理定的这个操作步骤 就是完成了来测量的过程 得到测量的数据 得到测量数据以后呢 再来分析测量的误差 并且来显示测量的结果 那么这个过程呢 我们用一个流程图来表示 那么这个 这部分呢是论证间段 就是根据备测对象 测量的任务要求和现有的遗迹设备 来做的 那么根据测量的任务要求的话呢 由测量人员进行需求这个分析 总共有这三个因素 理定测量的方案 那么方案理定以后呢 就要进入设计间段 这个设计呢分两条 一个这边呢我们说是硬件的部分 这边呢是软件的部分 硬件的部分呢就是要选择这个测量的仪器 准备好这个仪器 并且呢完成这个仪器之间的连线 或者说把备测对象呢 也连接上这个连到仪器上面 那还有这边的话是个软件的步骤 软件的步骤呢就分为这个手动的和自动的 如果是手动呢就是我们也要决定我们测量的这个 采用的步骤采用的方法 然后呢把它写到纸上理定测量的步骤 那么也就是说后面测量的过程中所需要 征手的步骤写在纸上 如果是用计算机来自动完成的一个自动化测试系统呢 那么决定了这个测量技术以后呢 就要选择相应的测试软件平台 然后呢这个测量的步骤的话呢 就要编成这个程序来完成 然后呢 这两个结合起来 组件成这个测量系统 就是设计间段 设计间段完了以后呢 就进入实施间段 实施间段的时候呢 实际上就是开始进行测量了 那么在测量的过程 就是说读取这个读数测量操作之前的话呢 要给仪器设置相应的工作参数 也就是说要对仪器呢 我们通常说要进行初始化 那么手动操作的时候呢 也要操作 比如说同样是一个电压表 数字就是多用表 可以测量电压也可以测电阻 还可以测这个交流或者说直流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选定相应的测量参数的类型 然后呢还要选定这个量程 如果测频率啊 这些还要选定这个 就是采样的时间啊 处罚的电频啊等等 这些呢可以是就是手动完成 也可以是选择成功的仪器 由机关机的程序来完成初始化的工作 然后呢就开始进行测量的操作 就是执行测量的操作 操作呢得到这个测试的数据以后呢 进行数据的处理 最后呢显示出测量结果 当然这个实际过程呢 就是说论证间段或设计间段呢 是只需要做一次 那么实时间段的话 实际上是我们真正的测量过程 就是说得到测量数据呢 这个部分呢是可以反复进行的 就是说一个系统组建好了以后呢 这后面我们就可以重复的反复的做了 好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看出来了 有这样的一些因素 或者一些俗语 那么我们再把它再归纳一下 因为就是有被冲对象 被冲对象的话呢 实际上我们要得到的呢 是信息 是得到被冲对象的信息 那么从广义的这个测量的定义来说呢 是信息的获取 前面呢我们说这个测量呢 可以是把它理解成 就是说获得 具体来说获得被冲对象的量值的 这个一个实验的过程 就是下意的这个定义 现在广义的测量呢 是信息的获取 那么这个信息呢 除了它的量值信息以外呢 还有就是说其他的这个信息 那么信息是什么呢 信息是这个被冲对象 也就是说这个可体 它所自身这个具有的 那么信息呢 反映了事物运动的状态 和它的变化方式 信息呢 可以分为自然信息和社会信息两大类 文文这门课程呢 指研究自然信息 那么测试技术呢 就包括了测量中所采用的原理方法 和这个技术的这个措施 总称为测试技术 还有就是测量的仪器系统 包含了量据和这个仪器 那么测量的仪器系统呢 包括量据测试仪器 测试系统及附件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量据和这个工据 它们之间的区别和相同的 那么比如说我们一把这个 就是说在进行一个工作的时候 你一把这个囊头 那么我们说是不是量据呢 你说不是 那么囊头是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呢可以打击可以敲击对吧 那么这个量据呢 什么是量据呢 就是可以测量出一个 比如说一个长度 那么一把这个尺子 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量据 测量长度的 好那么测量仪器呢 这个大家都比较好区别 那么就是说这个量据是什么 大家可能就是说有时候 那和这个工具两个混淆 因为有些量据比较简单 那么比如说我们的测量重量的弹红秤 天平这个呢就是量据 另外呢测量的实施 我们说了可以是手动的方式 那么呢就是说主要呢 有测量的主体 才让人员直接参与完成 比如说在测量的实施间段的时候 就看要不要人参与 那么作为自动化这种方式呢 那么在测量过程的最后一个间段 实施间段的时候呢可以说人不参与 当然前面的这个论证设计 那是由人来完成的 那么后面呢可以就是说人不参与 那么交给什么呢 测量主体交给智能的设备 比如说这个计算机 微处理器单面积等来完成 但是呢测量的测量软件的算法 程序的编写数据处理的这个程序 那么呢都需要测量人员事先设计好 这是测量的实施有两种方式 下面呢我们看测量的环境 测量的环境的话呢 是指测量过程中间人员 对象和仪器系统所处空间的一切物理和化学条件的总和 就是经常对我们的测量发生影响的一些因素呢 有这个温度湿度 滤场电磁场辐射 化学的气物和粉层 维菌以及有关电磁量等等 那么这些电磁量呢 包括工作的这个电压 就是圆的主抗 负载的主抗 地磁场 雷电等等 那么这些量 物理量呢 它的数值 范围和它的这个变化 都会这个 对我们测量呢发生这个影响 那么环境对测量的影响呢 我们可以总结到三个方面 就是对我们测量的三个基本要素 一个呢是环境对背测对象会有影响 那么这个比如说某些背测对象的可体 如果我们要测量的是一个一些器件一些电路或者系统 它的参数 它的参数或者说它的特性 那么呢 环境变化以后呢 本身它就在这个变化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就使得我们测量的话呢 测不准 那么原理上的话呢 就应该在对测对象 工作在正常或者说 恶定的这个条件下进行测量 第二个呢是环境对这个仪器系统的影响 环境呢 可能就是说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到仪器系统本身的某个工作特性 进而影响测量结果 造成测量误差 比如说我们用的这个 这个就是说数字万用表 数字万用表里面呢 就有这个运算放大器 也有呢电容主容器件 那么这些电容电阻还有运算放大器 它本身呢 这个比如说运算放大器的零点 或者说放大特性 就在水温度而变化 那么就使得就使得我们的测量值呢 就是偏大或者说偏偏小 那么这种产生的这个这个影响的话呢 就会是仪器的附加附差 那么我们要对要减少这个附加附差呢 就需要控制这个环境 就是说温度呢 就是说温度呢 在一个恒定的温度 或者说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进行测量 环境呢 对测量人员的话呢 也会产生影响 那么就是高温 严寒 潮湿 闷气 嘲杂 造明等等 都会影响这个测量人员的身心 从而引起不同程度的浓身误差 乃至呢 发生这个差错 那么有了这些影响呢 当然我们就要采取 减少环境影响的这些措施 那么这些措施呢 可以是就是说恒温 就是恒定温度 恒定湿度 稳定这个压力 和这个防止这个震动 还有呢 防止这个早生 还有抗干扰的措施 那么这个抗干扰的措施呢 比如说对我们的仪器进行接地 屏蔽 屏蔽呢 是屏蔽电磁场的这个影响 进行隔离 滤波 还有比如说滤除这个 因为电源的上的这个干扰 就是高频这个早生的影响 那么就是从这个环境方面来说 说要采取这些措施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 在生产制造设计仪器的时候呢 就希望呢 我们选择一定的测量原理 或者呢 选择好的这个器件 来尽量使用 使用恶劣的环境 和大范围的变化的环境 使这种环境影响所产生的物差呢 对这个仪器产生的物差呢 把它减少到最小 那么仪器按照它的工作环境条件的不同的要求呢 可以分成三组 第一组呢是良好的这个工作环境条件 那么比如说温度呢 在正十度到正三十五度之间 相对十度呢百分之八十 只允许有轻微的振动 第二组呢是一般的环境条件 温度呢可以是负十度到正四十度 比如说我们通常的这个室温就可以满足 那么还有呢就是相对的十度呢 还是百分之八十的 允许一般的振动和冲击 第三组呢是恶劣的环境条件 温度呢负十十到正五十五度 相对十度呢可以允许百分之九十 用水频繁的搬动和在运速中呢可以受到较大的冲击和振动 那么这几种呢分别使用呢就是第一组 就是说只有是高进度的计量用的仪器呢 才就是说要求良好的环境条件 因为计量用的仪器呢都是在实验室用 那么实验室呢通常可以提供就是说良好的温度 比如说就是带有空调啊 十度调集器 还有一些呢就是要求这个实验室的环境比较好 第二组呢是通用的仪器 就是用于一般的环境条件 比如说我们一般的这个学校 商场这个工厂这样的使用 那么也就是说比如说温度就可以 可以不加空调 那么就是说一般的室温 我们呢就可以满足这个条件 那么可周围的话呢 当然可以有人走动 有这个就是搬动这个汽车啊等等 第三组呢 第三组呢是用于这个野外的这个仪器 或者说机载的仪器 比如说我们一些便携式的这个仪器 那么在使用过程中间的话呢 实际上是在不断的这个移动或者说等等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机载的设备 那么装在这个飞机上 那么飞机上的一个是温度这个变化 还有呢就是它的大气压力 比如说在高空以后 那么呢会大气压力会降低 还有呢就是说它的冲击加速度等等 都会很大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 箭载和汽车上的这个用的仪器仪表 那么都要求工作在呢相对来说 比较恶劣的这个环境条件 那么这个呢是作为一般的这个初步的分类 那么具体的就是说每一种仪器或者每一种仪器呢 它都有它实用的这个环境条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